他这个人啊非常聪明 只要是他想做的 都可以做好 除非他自己想要放弃 我让你们帮我查 那个泄密邮件的事情 查好了 跟你想不差不多 站住 这个是潘总跟晴雨的合作意向书 这就是你这些天努力的成果了 总的来说 潘总还是相信晴雨的产品 所以愿意跟我们重新签订合作意向书 非常好 那听你说的话 我都听进去了 老大 老大 坤总 坤总 你怎么也在 义重心的合作意向书 你是怎么说服那个老潘的 立刻 坤总 你知道吗 有了这份新合约 你之前的那些留言 就不公自化了 之前麻烦你了 真的谢谢 你看你这个搞得客气的 不用说那么多谢谢 另辟蹊径 厉害啊 那我说你们不要高兴这么早 这只是一个合作意向书 之后有什么变化 还说不准吗 说起来 还是要谢谢站总的提点 如果不是你提醒我 要关注到潘雨的产品 我不会想到新的方案 就算有了新的方案 如果潘总不愿意见我 那也 我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利用 你还要不知 那你们忙吧 我先下去了 别看了 我们好久都没活动了 庆祝一下 好多多啊 好 小岚怎么了 你可真行啊 我叫你多少回 你都不出来啊 你说有你小指头 小姐你可屁点那样 到时候自罚一杯行不行 行啊 来 来 来呀 小岚怎么了 先喝一杯 来 我跟你讲啊 这个姑娘真的很厉害 在那种情况下 秘境翻盘 这都不说 还说服了我那眼高于鼎子大哥 把义仲下个季度的项目 全都签给浅宇了 我也挺震惊的 你说这战谈前真的可以 调教人的本事 真是有套 我看这个温暖呢 继续待在她身边 这商场上迟早会出现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强人 完了 来 不过温暖能拿下下个季度跟义仲的合约 真的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怎么说呢 像温暖这么全能的助理 谁看了以后都会觉得羡慕 老大 你还记得吗 你说过 你说过产品才是公司的重中之重 刚好我们研发部需要一些精兵强将 要不你把温暖 当我没说 我听说你专门给派文安打了个电话 让他一定给温暖一个当面沟通的机会 他这个人啊 非常聪明 只要是他想做的 都可以做好 除非他自己想要放弃 我让你们帮我查那个泄密邮件的事情 查好了 跟你想不差不多 好 环总 高总 赵总 温暖 是不是啊 上次的那个密邮有件 我们已经查到的是谁发出的 是谁 我先跟你说一下 公司的网络安全和防护系统 一直用的都是全球最顶尖的技术 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外部 破解潜雨的防火墙 所以呢 我们就一直觉得 这是公司内部人员做的 他们用内部的管理账户 远程遥控了你的电脑 那到底是谁 温暖 你跟研发部的郭如谦 有过什么矛盾吗 研发部的郭如谦 工作上是有几次的着急 但私底下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说如谦平时也是个白头苦干的 好同志 他脑子里到底哪根筋打错了呀 是啊 郭如谦是研发部的技术骨干 应该说他的潜雨 潜途是很光明的 泄密给戴忠对他来说 有什么好处吗 管爹 前几天你去我们家打个戏的时候 你是不是替郭如谦求请 是为了行政国的杜心腿吗 是 是为了行政国的杜心腿吗 我知道了 我 我来分析一下 难道是 他以为你 是为了你 所以才把他的他调走了 而他就是为了他的他出气 再回来把杜心腿推到了你身上 还是把杜心腿叫上来问一下 H总监 麻烦你叫一下你们部门的杜心腿 来一下六十六 好的 我用杜心腿去 我用杜心腿去 我找他 你们给我出来 我用杜心腿去 我把杜心腿去 雅腿去 我用杜心腿去 我用杜心腿去 进来 湛总 您找我 我们找你过来 是要核实一些情况 前段时间从温暖的电脑里 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 收件人是袋中的小陆总 复件则是 这次和易中的合约 还有技术方案 比较神奇的是 我们查到是郭如谦的账号 远程操控了温暖的电脑 不可能吧 这当然不可能啊 如谦跟温暖 用不运无仇的 而且我告诉你 之前如谦还专门到我这儿来 提他去后期 除非 除非你是故意窜到他组织 杜新彤 我说 公司的安保系统会记录下所有数据 就算是删除邮件 也不可能完全抹去痕迹 郭如谦身为技术部的研发人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而且 你跟他是恋人关系吧 所以你有大把的时间 拿到他的账号 而且有郭如谦的技术随者 不只是在监狱 在整个行业当中都是顶尖级的 就为了这么一封邮件 莫名其妙的邮件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可能会导致他再也找不到工作 甚至是收到我们的起诉 那错是我做的 是我偷了郭如谦的账号 他什么也不知道 你说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善良 你干吗要这么做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温暖 背了一个大黑锅 现在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温暖 你是当事人 你想要怎么处理 这件事 这在公司处理的 我先出去了